汉之广矣不可永思 将之永矣不可方思 汉广义诗描写了一种 爱情中求之不得的人生禁欲 诗人开篇就讲 男有乔木不可修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意思是在南方有高耸的大树 但我却不能在树下休息 而在汉江边有一位美丽的游女 我却不可求 为什么不可求呢 汉之广矣不可永思 将之永矣不可方思 因为汉水是如此的广阔而悠长 诗人无法涉水横渡 诗歌读到这里问题也就来了 诗人所面对的只是汉江 汉江只不过是长江的一条支流 并非是无垠的汪洋大海 难道真的就过不去了吗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又怎会被这一条汉江所阻隔呢 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呢 诗人当然也知道 我们读者会有这样的疑惑 所以在接下来的内容中 就将背后的隐情娓娓道来 翘翘错心 言意其处 诗人在次章的首句 突然从汉江游女 讲到了砍财之功 看似二者并无关联 其实却意涵深刻 因为诗人在此 其实是想借着心裁 点出自己的身份 他是一位山野的侨夫 而他心中所爱慕的呢 却是一位美丽的汉江游女 在诗人的那个时代 爱情是讲究门当户对的 人与人之间有着阶级 与身份的差异 诗人的身份非常的卑微 因此他的内心自卑 他认为以自己的身份 无法匹配心中所爱慕的 那位汉江游女 诗哥至此 我们才明白 对于诗人来说 真正难度的并非是汉江 而是那个时代 人与人之间 无法逾越的地位 与身份的鸿沟 这才是诗人 对于爱情求之不得的 真正原因 我想读到这里 很多人都会认为 诗哥如此发展下去 必定会是一个 痛苦悲伤的爱情故事 但诗人却完全 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突然笔风一转 唱出了一个人 在面对人生中 求之不得的禁欲时 最洒脱自洽的姿态 知子于归 言目其马 知子于归 是指这位汉江游女 要嫁为人妇了 当然并不是嫁给 这位卑微的侨夫 而是要嫁给 在那个时代 与他们当户对的 奴役郎君 而此时诗人心中 想的却是言目其马 意思就是 即使我不能和心中 所爱慕的汉江游女 在一起 诗人也愿意 做他身边的马夫 为他饲养马鞠 这样的我 也是幸福的 这种内心的想法 似乎有些伤感 但却也不完全悲伤 其中包含了许多 幸福的幻想 这位侨夫没有让自己 沉沦在悲伤痛苦之中 无法自拔 而是以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 通过心理上的自我调节 与内心信念的转换 使自己得以释然解脱 只在一念之间换了一个视角 生命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诠释 这就是汉广这首诗歌 给予我们当代人 在面对人生不顺遂的时候 极为重要的人生启迪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您也可以通过阅读 灵七品读诗经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